作词 作曲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月圆風伴吹散塵香 牆滿青煙上 乍一味蕩歸入窯堂 相思淚須斷心頭傷 年兒了手舞在塵上 搖雲時荒涼 半下星月角千里光 欲君已變涼蒼茫 別讓此去不歸氣 請等來生再續 如真去往不流行 等星燃盡不活體 一彎回向獨火 歡心躺請君一聘 大雨細細厘厘 模糊眼睛 卻讓你曾經更清晰 為君再走一去 今夕何夕 兩首難回天築地 大雨細細厘厘 暫時回憶 很別離無藥可遇 仍有情而天 無能白雲都散去 生命越彈心 生命越彈心 大雨細細厘厘 暫時回憶 很別離無藥可遇 仍有情而天 無能白雲都散去 生命越彈心 天徽帝派戶部立部 去查朝國舅的家 他萬萬沒有想到 戶部立部也是我的人 現在國舅這個外戚一出 太子愚蠢 又殺了三位靖臣 我估計 沒人再敢效忠於他 只是 現在百姓稱頌的 都是天寧的秦王 什麼時候 才能用我們前秦 遺孤的身份失贏呢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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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哥哥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去 我向你安静 不要怕 母后已经留下了记录 会有塘门的人来救我们的 不哭了 快 快 快 跟他们走 不 我要跟母后在一起 叶儿 你听话 快 非夜不走 就算是死 我也要跟母后死在一起 快 官后来不及了 好 走 又有人被当作毒蛊做实验了 你放心 总有一天 我们会以秦熙皇族的身份 昭告天下 顾七少人呢 他为什么不亲自来送本宫 七少接到新的情报 事关毒宗 就先去处理此事了 新的消息 那也应该先来告诉本宫啊 事情紧急 七少也是怕耽误此事 所以才召集去的 朱雨 你去告诉顾七少 让他别想在本宫这耍什么花样 一旦发现毒宫 必须马上告诉本宫 知道了吗 否则 你们的好日子 可就到头了 是 手下会转告的 绿罗 你过来看看 我这脸上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 没看到 这儿 你看看 有一个红点 怎么回事 是不是我在天牢 碰到什么脏东西了 应该不会 大概上火了 我给你拿点药膏 应该过两天就消了 你快去 怎么办 怎么会突然长一个这种痘痘 亲五哥哥 会不会因为这个痘痘不爱我了 好 哪个半手笨脚的 竟敢冲撞本宫 姐姐 你没事吧 是你啊 走开 姐姐 明明是你先不看路的 姐姐 没事吧 本宫哪有什么事 你来干什么 妹妹最近封太后娘娘的义旨 每天都来给陛下送甜品 你少得意 有什么好炫耀的 你不就是长着太后给你撑腰 本宫有个二皇子 也没有你这么嚣张 姐姐何出此言 妹妹心里 可没有这么想过 快点儿 这小贵妃真是恶人现狗状 不必理会 她这些日子憋得慌 小贵妃又来找你麻烦了吗 没 姐姐没有为难我 你不用替她说话 她是什么德行 朕怎么会不知道 接连给你难堪 宫里这么多侍卫 能瞒得过谁 以后你就不必再理会她了 臣妾今于看到姐姐 怒气冲冲地 从陛下办公的地方走出来 可是陛下惹姐姐生气了 她以为拿个甜点服个软 朕就会原谅她 笑话 枉费朕这么多年 对她宠爱有加 在生死关头 竟然犹豫不决 臣妾想 姐姐恐怕有什么苦衷吧 你不要再替她说话了 朕不愿意听 是 臣妾遵旨 陛下 在臣妾这里 您就不要再想其他烦心事物了 再说了 铲除龙非夜 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 你这美人 怎敢信口辞谎 秦王 是你想铲除就铲除的吗 臣妾也就是开开玩笑 玩笑 陛下此时的想法没错 这么说来 你知道朕现在的想法了 臣妾当然知道 那秦王 杀了臣妾的父亲 是我的仇人 臣妾怎么可能对秦王 没有一丝一毫的恨意 况且 臣妾来到天宁两酒 两耳不闻公外事 不知道 国舅一案闹得那么大 臣妾见陛下 这些时日寝食难安 便知是 那秦王如今的势力 越做越大 扰乱朝政 顾儿 臣妾原本对秦王的杀父之恨 如今 又加上了欺夫之怨 你就不怕 朕治你的罪吗 臣妾当然不怕 臣妾发过誓 绝对不会对陛下 说半句假话 不怕 朕 不怕 乃 这非 是 你自己制造的 我们的女人 如果能自己帮助 不怕 你去了 各位 许多 也有什么 这些居民 是 伯母 本宫已经求陛下答应 让你出宫替本宫祈福 你找时间与北历的人接触 务必让他将此信送到顾七少手中 奴婢遵旨 有点贵啊 不能再便宜了 这是最低价了 老板 这个花怎么卖啊 这个五文钱 来 给 好嘞 怎么卖啊 给我看看 便宜便宜 您可挑挑 再看看 七少 你回来了 这么惊讶干吗 不过一日罢了 这不是有事找你吗 你又不在 什么事啊 这是宫里那位让我交给你的 我吩咐你的事情可是办好了 已经传消息给他 让他探查天徽帝对毒宗的转移计划了 你最后的事 你还会发生的事 你还会发生的事 只要有事 我可以发生的事 有事 你还提起来 你计划 此事先放着吧 容我再想一想 你先下去 是 七少 衣柜里给你放着新做的衣服 好 还有少抱着白儿 她味道太重了 本少爷乐意 好 娘娘 你们都下去吧 北厉那边怎么说 北厉那边让娘娘拿出陛下 接下来对毒宗的安排计划 北厉太子也潜入了天宁 看来他们对毒宗势在必得 娘娘得到毒宗 就能制造出所向披靡的杜古人军队 如果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北厉 岂不是便宜了他们 不认为 羽蚌相争 渔翁得利 西邱最为弱小 要想获利 只能 见机行事 堂堂秦王妃 居然被关进天牢 还牵扯进杀人案 你是让全天下的人 都来看我们秦王府的笑话 你还有没有一点王妃的自觉 殿下不在 对我发难 可她毕竟是殿下的母亲 自从你进门 哀家就知道你是个祸害 不知廉耻 自提叫门 厚着脸皮进了秦王府 本想着 你家教虽然不严 哀家就好好地教你 你就会懂得写礼数 没想到 你毒害了幕府的少将军 还连累非夜为了救你 与长滨公主和太子为敌 现在好了 国舅也被赐死了 你知道外面的人 都怎么说你吗 媳妇不知 散门兴 从小克死母亲 后来又连累娘家 三姨娘的医馆 现如今 这一桩接着一桩的事 都是你嫁进秦王府之后发生的 再这么由着你下去 我们秦王府 早晚会毁在你手里 母妃说的话 媳妇实在不敢当 我要真有那丧门兴的本事 我就去接上摆摊 专做客人的买卖 一刻一个转 你 来人 把她关进柴房 面壁思过 不许给她饭吃 饿她个几天 看她还有没有力气 跟哀家顶嘴 是 娘娘请吧 是 啊 殿下如此冷静聪慧 为何这姨太妃去 他们是秦母子吗 一个就跟炮筒似的 一点就着 一个如深潭之水 深不可测 算算时日也差不多了 不用等秦王回来 一会儿自有人送上门 我 我 我回容了 我回容了 公主 公主 不会要我了 公主 不会的 我这就去给您请太医 太医 公主得的什么病啊 老臣无能 公主这病实在蹊跷 也只能诊断出公主得的不是选症 但是具体什么病实在是无法判断 还请公主赎罪 你 公 公主 公主 顾太医 我家公主得的是什么病啊 依微臣的余见 公主殿下 这不是病 是重病 毒 还请太医快为公主解毒 微臣不踩 恐怕无法解此毒 不过微臣知道一人 她的解毒技术十分高明 或许可以妙手回春 是谁 是 秦王妃娘娘 是她 公主殿下 奴婢给您添点茶水 你们想灌死我 这都第三杯茶了 她人呢 本公主都等了多长时间了 连鬼影都没看到 王妃娘娘一大早就离府了 到现在也没回来 奴婢真的不知道王妃娘娘去哪儿了 韩芸汐你好大的架子 本公主这就去找人 我看你是贱还是不贱 怎么还没动静 如果殿下不回来 我不会要再柴房过夜吧 饿死了 不对啊 上次在天牢给长冰撒的药粉 应该起作用了 怎么还没来 好 王妃娘娘 府中有贵客拜访 不见 我要面壁思过呢 没空 娘娘 是太妃让我来请您的 太妃知道您已经悔过了 让我来放您出去呢 真的啊 真的 娘娘 快随奴婢出去吧 我这肚子 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地饿 得吃了东西 才有力气见贵客啊 好 王妃娘娘 您可吃好了 没呢 王妃娘娘还请您快些 别耽误了时间 着什么急啊 饿着呢 王妃娘娘到了 参见太后娘娘母妃 平身吧 看来太后才是姨太妃的劲敌啊 不知太后 和长冰突然造访 所为何事啊 姨太妃 长冰上次对皇婶多有得罪 回宫的这些日子谨失难安 父皇也骂过长冰了 您就答应长冰 让皇婶进宫 长冰要好好地补偿她 芸汐啊 你怎么了 啊 想来是公主 在天牢对我铺的那些冰水 冰海入体 固成顽疾 总也好不了 好 长冰 你也看到了 不是你皇婶不愿陪你进宫 只是她身体虚弱 这进了宫没有帮你分忧 反而传染给你 伤了你这金枝玉叶 你说哀家如何向你父皇 还有太后赔罪呀 太妃 长冰不在意的 长冰就是想让皇婶进宫 否则长冰这里 妹妹 你看 这都是小孩子的事了 我们这些老骨头 就不要管了 姐姐说得是 芸汐啊 瞧瞧你这身子骨 这万一进宫了 路上吹了风 病情加重 你说母妃 如何向非夜交代呀 她一定会说 我这个当婆婆的 没有照顾好你 你们两个兜法 要把我扯进去干吗 但母妃终究是母妃 胳膊中还是不能往外拐 母妃说笑了 殿下的性格陈妾知道 她就听您和陛下的话 笑着您还来不及 怎么敢怪罪 母妃的关心 臣妾谨记于心 长冰 皇婶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你的心意我领了 等我好了 自会进宫 今天 你就和太后娘娘先回去吧 你 太妃 皇婶要是病情加重了 我负责 我来负责成了吧 就让皇婶跟我进宫吧 这个 皇祖母 你快帮我劝劝啊 皇祖母 妹妹啊 长冰啊是个急性子 如果今日秦王妃不能进宫的话 恐怕她会闹得哀家跟她的父皇都不得安宁 姐姐 这都是小孩子的事 咱们大人就别掺和了 皇祖母 妹妹 就算姐姐求你了 长冰这孩子打小就没了娘 好 除了我多疼疼她 还会有谁啊 你就满足她的心愿吧 我们的马车就备在门口呢 顾太医啊正好也在宫里 让她呀也替芸汐调理调理身子 你就让芸汐去吧 姨太妃 孙武求求你喽 好 那好吧 芸汐 你就进宫去吧 是 谢谢姨太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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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头 我们先走 到后 等一下 行 就我 不想干了 你叫我 快停车 长冰 韩芸汐 长冰 你这是 你怎么跟鬼一样 你敢骂本公主是鬼 不是不是你 我怎么又有点头晕啊 韩芸汐你快点 顾太医说你解毒很厉害 你快把我这毒给我剪了 我记得你刚才还说 对我心里有愧呢 原来是想让我给你解毒啊 你别跟我废话 你快点 你快给我治好 哎呦公主 我这心有余而力不足 实在没力气 公主 你最好离得远一点 我这要是咳出血 见你一身 就不太好了 你今天就算是死了 死之前 你也得把我这毒给我解了 你快点韩芸汐 你起来 公主 长冰 你这个剑妃 你居然敢晕了 你抓了你 韩芸汐你给我起来 公主不能长冰 不能抓 公主 放开我 公主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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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把他拉车上去 是 哼了 出品 公主 太后 秦王妃得的是中风寒 冰寒已经侵入体内 现在身子虚弱 继续静养 倘若现在就把她唤醒 医治公主的话 臣恐怕 怕什么 臣恐怕不仅不能医治公主 连秦王妃的性命也难保 那你就先诊治她吧 需要多长时间呢 只需三天 臣便可以将秦王妃医治好 来人 把秦王妃 现在安排在偏殿吧 是 顾太医 用最好的药 尽快地让她恢复 微臣明白 王妃娘娘 只是身体有点虚弱 我给你开了几副调理进补的方子 调养一下便可 刚刚多谢顾太医了 正所谓医者父母心 宫主殿下的毒令她十分难受 还请王妃娘娘早日替她医治 你放心 我肯定给她解毒的 刚刚多谢顾太医了 正所谓医者父母心 我心里有数 只是现在让她吃点苦头 公主 绿罗你快把我这儿 趁能抓的 抓了会毁容吧 快点 慕少将军就不喜欢了 我太痒了 太痒了 快忍惹了 公主 公主 混账 太后 皇祖母 皇祖母 你快救救我 而长臂实在是什么 太痒了 皇祖母 皇祖母 皇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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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把长臂看看 长臂实在太痒了 太难受了 我的脸怎么了 皇审 太后 还请先避让一下 为什么 我看公主的脸 应该是毒变了 一旦毒变 就会传染的 皇审 那既会传染 速速地 把妄幽宫封闭起来 请王妃 你就留在这里 照顾公主吧 哀家去向陛下说明情况 顾太医 有劳了 是 皇 皇祖母 皇祖母 你别走啊 皇祖母 皇审 皇审 你快救救我 这别不想被隔离在这里 皇审 皇审 你看我这毒能见吗 毒 倒是能见 先涂抹药膏 抑制毒性 再用配药解毒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得用千年血玉 来按摩才有功效 否则见效极慢 千年血玉 父皇新纳的清妃 曾献给皇祖母一块千年血玉 满功皆知 你尽管吩咐绿罗 我经常带她去皇祖母那玩 她知道怎么能拿到 你也看到了 你那皇祖母对你避之唯恐不及 恐怕这血玉很难逃来 那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我承担 万一出事 我一人承担 皇审你快去 绿罗 快 行 那公主稍等 皇审你快去快回啊 顾太医 劳烦你照顾公主了 皇审你快去 送给你 谢谢王妃 她为什么要拿血玉做借口 去太后娘娘的居住呢 刚才谢谢王妃娘娘了 小事 别放心上 参见太后 我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就算是冒险 我也要去宫中查一查 看看到底有没有其他线索 绿罗姐姐怎么来了 还不是我家公主 脸上生了点小伤 凤花药高的时候 需要借太后的宝贝一用 还请妹妹 行个方便 看姐姐说的 太后平时那么宠爱公主 什么好东西舍不得啊 尽管去拿吧 但是要记得用完 快快还回来 哎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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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罗 我在这儿看看 你去那边看看 好 好 娘娘 你说这秦芒妃 到底是真是假 真也好 假也罢 总归提防着点 没错 娘娘说得是 只是这个韩芸汐 为了讨好她的婆婆 竟然在她婆婆面前 压挨家一头 娘娘说得是 若不是为了长兵 哀家 何时向那个贱人低过头 太后护孙心切 哀家的儿子 是九五之尊 这辈子 哀家都高他一等 这点小把戏 哀家还没放在眼里 太后回来了 太后回来了 恭迎太后娘娘回宫 你为何慌慌张张 太后娘娘 参见太后娘娘 韩芸汐 你怎么在这儿 太后 是公主名绿罗 带着秦王妃来借血玉 敷在公主的脸上 戒 刚才在忘幽宫的时候 怎么不说呢 我本来想说的 可是 你先退下 谢 韩芸汐 韩芸汐 别以为 哀家不知道 你找着机会 到这儿来干什么 娘娘误会了 我是真的为了帮公主 借血玉才来的 毕竟众人都知道 太后疼爱孙女 可是什么都舍得给的 怎么可能因为 一点小小的传染 就舍弃公主呢 你敢威胁哀家 不敢 你记住 你娘 还在哀家的手里 少给哀家说个话招 是 告退 太后娘娘 原来是韩芸汐 把银子给了宫女才进来的 把宫女的手 给我剁掉 是 还挺舒服的 皇婶 再来点再来点 快点 感觉好多了 绿罗 这交给你了 是 绿罗 快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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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娘娘驾到 料她也要来看看真假 臣参见太后 平身吧 谢太后 听说公主的脸好多了 黄祖母 黄祖母我感觉好多了 那就好 多亏了太后的千年血月 公主的脸有救了 那 到底是什么毒啊 毒险 应该是从天牢沾染来的 这天牢 藏污纳垢百毒丛生 要说一般人能扛得住这毒气 可是长兵是娇爹爹的公主 肯定是守不住的 太后娘娘 这长兵精致玉叶的 以后就别让她去天牢了 还假自会教训 顾太医 这是药方 有劳你了 顾太医 这药方没问题吧 回太后 这药方中的绝大部分药材 宫中都有 但是 毒缺一份十节蝉褪 宫里没有吗 臣确定 宫中的药库里没有 蝉褪 本是黑榨羽化后的退窍 是一味常见的药材 但是 一般的蝉褪腹部有九节 十节蝉褪 乃实属罕见 那宫里没有 外面的药房有没有 太后 像十节蝉褪这种天才地宝 至今只出世了两件 一件 在北历皇后手中 另外一件 在谁手里 另外一件 先皇赐给了仪太妃 至于用没用掉 微臣不知 在母妃那儿 芸汐 那 这杯药 不用行不行 光用药膏 可以吗 这 这十节蝉褪是军药 没有它就没有药效了 那些药膏是治标不治本 再说了 药膏都用一份 药效就失去一分 这可不是长久之计啊 那 麻烦顾太医 就到秦王府去求个药 太后 十节蝉褪 是属于西式良药 又是先帝所赐 微臣独自前去 恐怕仪太妃不肯出让 臣斗胆 能否请太后尊驾 与微臣一同前往秦王府 要不 芸汐 你跑一趟 公主这个毒 时时都有可能复发 我得时刻守着 太后娘娘 这再晚一些 公主的脸可就回天乏术了 依照公主这性子 肯定闹得上天入地的 这外面知道了如何是好 好 好吧 看来 只有哀家亲自跑一趟了 母妃 这可是媳妇孝敬你的大礼 但愿 你能够理解媳妇的心 就是这一位时节蝉蜕 就是这一位时节蝉蜕 如果妹妹肯割爱的话 长冰啊 一定不会忘记你的恩情 姐姐 这么大的事情 你连我都瞒 我还以为 长冰找芸汐进宫 是去玩的呢 谁知道 是去治病的 就是一些小毛病 这不 怕妹妹跟着担心 所以就没告诉你 都用到我的宝贝 时节蝉蜕了 还能是小毛病吗 早知道是去治病 我根本不会让她进宫 芸汐懂什么医术 别到时候 胡乱开方子 把长冰给治坏了 怎么会呢 这不 还有顾太医在把关吗 顾太医把关 那让顾太医治啊 保险 芸汐要是会治病的话 就不会被韩家 骂成废物了 前些日子 还差点把老底坐穿 能依什么呀 妹妹 你就别谦虚了 芸汐要是废材 那我也不会把她指给秦王的 少将军那件事是个误会 误会 长冰啊 他年轻不懂事 爱胡闹 这不 他父皇啊 已经教训过他了 妹妹 你就不要跟一个孩子 绞进来 谁不知道长冰的脾气啊 就是你惯出来的 是是 姐姐在这儿 给太妃娘娘 赔不是了 哎 我 记得 若这个世界调泄 我会守在你身边 用沉默坚决 抵抗万语千言 倘若这世间 一切都在无情的崩变 我会有手中的写 为你奉原 陪你看深月前 陪你看沧海边前 陪你一次又一眼 不下回忆的诗篇 陪你将情节改写 陪你将八荒走遍 只因你独得痛握 而你注定 是我的心偷鞋 这誓言 已是命中最美的 相见 别恨天 笑容更适合你的脸 再一遍 激起从前的雨停一谈 不愿我不在身边 记住我陪在你身边 若故事成严 我想我依然会用我的一切 换明天 就算我不在里面 可你会明白我对你的永世不变 这誓言 这誓言 已是命中最美的 相见 别恨天 笑容更适合你的脸 再一遍 激起从前的雨停一谈 不愿我不在身边 记住我陪在你的心里面 我陪在你心前 做你心头写